好的我们来看一下RFI对阵OGBO3的第二局 那第一局的话RFI是一个碾压态势战胜了OG 也是感觉OG的选人呢有一点问题 他们上去选了一个4号位的剧毒术使传达野 就是一个比较独流的打法 然后没有对线上提供任何的帮助 然后线上也是果不其然被打穿了 RFI是稳中求胜 在中期自己没有任何的失误 稳健扩大优势 第一局是轻松战胜了OG 然后同时另外一边VP也是第一局 几乎也是碾压战胜了东南亚的4级战队 现在来看一下中方第二局的比赛 第二局的话RFI是天黑方先玩先选 办了大数发条 应该和上一轮是一样的 然后一抢还是夜魔 OG的话是半掉龙骑士和影魔 办了两手中单 而且是针对了Soper的两个比较擅长的英雄 拿人是娜加海耀干扰者 OG这个拿人好像跟他们在DAC的拿人 还是比较像的 就是拿亚海耀的这个团控 团控体系团战阵容 然后后面三号位可能还大概率会选 类似于黑咸 谜团和潮汐这样的英雄 就是偏中后级团战 但说实话 我觉得这套阵容好像不是特别适合这个版本吧 怎么感觉OG这个比赛好像是在尝试一些东西啊 想找回他们之前比较喜欢用的一些点 包括TB什么的 但是后面配的阵容好像都不是特别好 这一局一选拿家海妖 而且这一局OG的两个半人我是没太理解 他为什么第一轮会办龙骑士和影魔 拿家海妖这个体系 怕的点应该也不是龙骑士和影魔 这样的英雄啊 因为龙骑影魔就这两个英雄 我觉得是不属于这个版本非常强势的中单英雄啊 所以我觉得OG的这个半人我是没太理解 选人的话 你这样选 这样选自己擅长的英雄倒是可以理解 就是这个半人我没太理解 RFI这一局是二手点的蝙蝠 这也是OG上一局第二轮半样的这个点 这样蝙蝠夜魔两个截斗点已经出来了 蝙蝠也是Inflame一个招牌英雄啊 之前打中单的时候就很喜欢用中单蝙蝠 对于这个英雄的理解应该是比较到位的 OG的第二轮半人 OG今天给我们的感觉好像还是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但是捉摸不透之后呢 他这个比赛是被点牙给输了 所以这就显得有点 有点 就捉摸不透的话 如果说你选一个人人都不能理解的阵容 然后你赢了 就说你特别特别厉害 领先别人好多 然后你选了一个别人都不能理解这种 然后输了 而且输得很惨 说明你这种选择就有问题 OG是办了一个古法 古法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比较克制的 应该就是像活女和帕克这样的法系爆发型英雄 这一手办古法应该是为 为OG后面的选人做伏笔吧 因为LFI这个阵容 也不是特别适合去配古法 目前来看的话不是特别适合配古法 然后OG的阵容也没那么怕古法 唯一能想到的是 OG这样扮人可能是在扮这种推进型的英雄 像龙骑士古法都是强推进点 帮大家还要去延缓到后期 扮一手古法 只能这样来考虑了 然后LFI是扮了一个黑弦 果然 应该就是黑弦潮汐谜团三个扮两个 我觉得还是扮谜团会好一些 因为谜团这个点LFI不太好去防 除非他们在下一轮去选一个沉没术士 或者Wallok也勉强可以 OG扮了死亡先知 还是针对了一下super 诶扮了一手军团 这一手扮军团是保护了一下蝙蝠 包括夜魔 这个虚空的减速 然后沉没 蝙蝠的拉 很多debuff技能 都是军团可以解的 所以是办了一手军团 这样是放出了蜜团和潮汐 这两个三号位 看OG怎么去选 我觉得OG这个体系我们都比较熟悉了 应该三号位是要配团控的 然后中单会给安娜选一个比较好发挥的英雄 可能是圣唐刺客或者是 诶 主宰 请天徽方选择英雄 主宰选了出来 又是一个OG在这个体系当中不太常出现的英雄 难道南达海耀会是一手酱油吗 还是暂时没能理解 南达海耀这个英雄 他如果打核心的话 那么跟三号位的团控进行配合 可以打一个无敌团战 如果打酱油的话 主要是为了克制对方类似于虚空鞋面这样的团控型英雄来选的 这局RFI的阵容应该 应该没什么 没什么必要去一抢大家海耀去当个酱油去打 我是这样感觉的 RFI选了一个戴泽 这样的话 RFI这个345号位呢 是比较偏宝人的 夜魔 夜魔是一个比较强的节奏点 然后后期可以控视野 戴泽是一个纯辅 纯宝人酱油 然后蝙蝠是一个中期的强节奏点 而且配合夜魔的视野控制 会有一个很好的先手效果 这样的话RFI这两个大哥 应该是 应该是两个 比较大的核心 如果他们想打 快节奏进攻的话 这局RFI选一个狼人倒是很不错 感觉OG这个阵容是比较怕狼人的 首先OG这个阵容 它限制不了狼人的发挥 它们的控制都比较弱 LFI是选了TB TB也可以 TB也是个打住在比较好人的英雄 而且和戴泽有一定的配合性 蝙蝠的强点控 就是LFI一定会选一个输出很高的点 去配合蝙蝠的控制来杀人 刚才我想的是狼人打住在比较不错 TB打的话其实也还可以 也不错 这是要教OG打TB了 OG是选了一手Drax的绝活土猫 那这样大家还要确实是个大哥了 剑胜就是一手中单 中单主宰 大哥那家 也有可能是Notel那家还要走中 让安娜打一个主宰 这两个人使用的英雄应该是不会变的 但是我觉得分路有可能会调整一下 最后OG是办了一手剃刀 还是前中期比较强势的英雄 然后LFI最后一手要办OG一个三 还给了LFI一个半人名额 我觉得谜团 谜团吧 谜团的威胁可能还是要更大一些 也是S4在DAC上面几乎是招牌的英雄 这边LFI是就是不办谜团 办了一个马格纳斯 办了这个马格纳森之子的马格纳斯 LFI最后这一手中单英雄 可以选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 选择了一个火女 算是中规中矩 我觉得这一局中单位上面选火女 女王 圣唐刺客 或者是帕克 都可以 我觉得可以选的比较多 火女的话是对线 对线期比较强势 然后中期的节奏也比较快 OG最后一手 也有可能是潮汐 因为OG这个阵容呢 没有人可以去前排顶 没有人可以吃技能 剑上大家海耀都是不能吃技能的核心英雄 谜团其实也不能吃技能 而LFI这个阵容 它的控制跟爆发都是很高的 一旦被控到之后 这个人很有可能会被秒 所以说OG可能会选一个前排 现在好的前排 发较技师跟黑咸都不在 好像只有潮汐了 但是OG上一局选人告诉我们 他们现在的这个选人思路 跟我们正常人想的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有可能会选一些 我刚说他没有前排的选了一个帕克 这个 也是一个团控型的英雄 但是跟大家海耀的配合度 没有谜团那么高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控制是帮助大哥去打输出的 然后OG这个阵容 他们讲究的应该是一个团战的技能combo 把对方空到死的一个这种感觉 最后是选了一个帕克 这个也是S4的一个招牌英雄 是当时TI3的冠军帕克 但是 这一局打三号变 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合适 这个版本帕克还是比较适合的 这个版本帕克的节奏是比较适合版本节奏的 无论是2还是3 只是感觉这一局帕克可能不是很好发挥 因为这个帕克太怕夜魔的沉默了 这个帕克只要被给到沉默 基本就死了 OG也没有人可以救他 安娜中单主宰打火女 我觉得OG的阵容选择还是有点 有点飘 感觉上面没有这个LFI扎实 但是选的英雄 却是OG很善事上用的英雄 基本都是绝活英雄 先看一下双方的出门装 夜魔是开悟带着真假眼出门 Drax土猫带着毒球 中路先放一个现眼 安娜的主宰穷鬼盾 兑现Super的火女带着一个进化 因为主宰确实不好断这个进化 这边土猫过来做眼 蝙蝠应该是看到了 直接看到 土猫的这个眼应该是被描返 夜魔是有真眼的 夜魔过来撞一下 这个眼应该也是被看到了 这个点打的也很准 这样应该是会互反一波眼 土猫也有真眼在 夜魔这个假眼做的可能有点 有点太着急了 看这个眼给谁 好像是缘分补到 谁也到归谁 蝙蝠也到了 这边也是放了一个眼 把对方的这个眼反掉 因为这个时候 夜魔作眼的时候 好像蝙蝠已经看到了土猫 所以 他的位置可能也是被暴露了 双方是各反了对方的一个眼 帕克两组吃树 属性撑得很高 打猎实路 对线戴泽和TB 戴泽其实耗血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这个角度之处 它是一个持续掉血的技能 帕克这个相声转移呢 不太好躲 阿福的夜魔这局是带了一双鞋 应该会在前期稍微的动一下 这一局安娜也是刻意的 多带了一组补给出门 并没有带树枝和仙人之火 是自己买了一个大药 这样土猫想 想进来放现眼吗 放了一个位置 比较居中的一个眼位 这个眼的视野我们看一下 他是可以看两边的 并没有放比较常规 这种位置的这种现眼 而是放了一个比较居中的眼 果然 这个位置 LFI是放了一个真眼 想反对方的现眼 应该是 土猫看到了夜魔带着双真眼出门 想到了会被反 这边滚过来打一套 蝙蝠鞋子是蝶油 有吃树 往前走 伤害差一点 土猫这边想等下个技能 CD还比较长 应该是杀不死 这波也是伤害不够 打得远极限 因flame血量被打掉了很多 这一局LFI还是一个双利 但夜魔是鞋子出门 并没有带圆盾 下落的话是 TD 对线帕克 中路火女大主宰 各种消耗 主宰是强行补了一个7-0 但是一大波兵线 是进了火女的塔下 吃一个大药 运来了补刀斧 上落OG是又消耗了一波 萨尔已经是没什么难了 贴个进化 土猫这边拉野 中路火女塔下刀 收掉之后是3-2 贴个进化二级地 可以无限消耗了 主宰这边 应该还是要运补给啊 不然补给肯定不够 治疗守卫 快要放了 结果兵线逼近塔下 哎这边强追蝙蝠 蝙蝠塔下是被强杀 但是土猫应该也是要死 结果一换一 萨尔是拿了一血 可以买一双鞋 中路治疗守卫被点掉 再是一个T AD再追着A 应该杀不死 有穷鬼盾 但是安娜很伤 没血没蓝 需要回一波加 运一个大药强行混线 下路有个恢复神服 这个服是比较关键 但是双方都没有视野 都不知道 活女是运来了瓶子 又运了一个进化 至少无限耗这个安娜的血量了 打得非常凶啊 这局Super 又被耗成残血 带泽过来控赏金服 应该能看到这个恢复 给活女一个信息 活女三口兵再控一个恢复 这样安娜就玩不了了 打点了 又恢复 这个服务应该是要帮活女守一下的 活女本来应该是想运瓶 诶 还是运瓶了 她是没有 没有放弃对线 要保证持续的压制 她觉得不能让这个主打混线 她必须要保证一直在线上 正好机也没有人用 这边安娜是又运了一个大药 她是贴了第三个大药了 加一个进化 一个D 全部打断 这奸神还是站不了线啊 没有蓝方任何的技能 上路 这边 土猫滚过来 蝙蝠开火 被踢中 再往前走 差一点伤害 还是被A死了 是RF的一个主动动手 被对面给反打了一波 上路蝙蝠是死了两次 下路TB的补到18-10 PAK10-2 TB现在是一个单PAK的状态 但是中路这个主宰就有点 有点太惨了 运了三个大药过来 还是被打回家了 过来吃这边四分钟的 可以吃两个赏金服 缓一波 火女冲路是无限空补 看到猪猪不在 赶紧把线推过来 推过来逼一波塔 四分钟的神服 下路刷了一个幻象 上路看一眼 没有 同时也是到了夜晚 阿福的夜魔2级 火女走到下路 吃一个幻象 现场没有人战线 这边主宰回家补一波 又买了一个大药 再踢回中路战线 再过来的话 火女应该是已经快要到六级了 将近六级 主宰是只有四地半 上路一个先手网接框 主猫滚过来 有T 看T的位置怎么样 但是戴泽是过来了 一个加血 反打 蝶油 但这个位置是没有铺火 三层流的萨尔一脚踢 哎哟 这波inflame是贪了 这波明显是贪了 萨尔是残血 但是他这个位置明显是过不去的 被强杀 中路这边 Super果然是完成了一波单杀 这个没有给到 应该不是单杀 夜魔应该过来给了一波技能 夜魔是飞过来给了一个虚空 加上火女刀6之后的一个大招 主要是等级领先太多了 六级打四级 被强杀也是比较正常 阿娜大药也吃了 真的是惨 下落趴克的捕道还是比较高的 对线TB 没有什么压力 24-5 现在是欧几捕道最高的 一个波往回走 沉默 这边夜魔直接包过来 心灵之火 在A 吃屏 下面转移 躲一波伤害 漂亮这个操作 下面转移 还是躲开了最多之处 但是 阿福跟场之后的第二个虚空 还是在转移了帕克 这边中路 土猫之间一波是配合主宰 杀死了 Super的火女 这一波是很关键的 这波是帮安娜杀了一波火女 这个帮剑圣 缓了一口气啊 可能Super打得太过于凶了 没有注意到对面的这个人的miss 刚才夜魔这一波 包后包的是非常到位 上路蝙蝠抢对面的一个赏金符 三层油 还在往前跟 但是油是已经消了 住宰又是残血 一二对点 学了二级指导守卫 火女是做了一个香味鞋 这一局 打得是非常非常的凶 通过进化来 恢复状态 这边夜魔跟带走两个人 是开了一波圣坛 但是这个位置应该是被OG发现了 先手TD 二连打中再A 没视野 夜魔往前跟 一个V给大直接秒掉 漂亮 主宰刚才那个蓝量 也是没有蓝方转 没有办法 他的装备太差了 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 上路 对蝙蝠动手 蝙蝠先被杀掉 夜魔跟过来想杀等Tile 但是 出处是不够 Inflame这局是 死的有点多 死了四次了已经 主宰因为属性太低 他这个技能还是比较耗蓝的 带了一个宁魂之类 他这个装备也是 来不及做属性装了 先做保命装 七分钟 这局人头比是4比5 经济的话还是RFY的领先 但是他们的蝙蝠也很惨 蝙蝠这局也是比较惨 进野去烧一波野 两波大野 蝙蝠中间需要补一下 帕克放了一个波 想想TB野怪 TB是交了变身来清这波大野 没错帕克斜屏有6级 这边土猫跟主宰两个人开悟过来 主宰这波的蓝量 正好是够放斩和转的 满蓝 看想找谁 发现了一个戴泽 一脚踢 没踢到 先开转 TB这个位置被打了一套 直接秒掉 帕克放大招 戴泽是有伯葬的给斩 伯葬没抬手 放出来 火女支援过来 一个TD 直接是秒蓝大的主宰 主宰变成了一个 戴泽卖的一个点啊 戴泽这个伯葬还是有点贪了 早放应该是死不掉的 因为其实刚才 OG也没有后续技能了 帕克跟土猫都没什么状态 谢谢你的奖励 8分钟 白天 不过说在这波击杀人之后 应该是先买出了相位鞋 所以说这波死 应该是没有掉钱的 开始能不能通过小剑来积累 过渡一下 火女的出装这一局 先做了一个魂戒 能跳到那家 密发鞋 想直接出灰药 蝙蝠又是开了一波火 住在近野区 不过这个版本 其实这样近野区 是发育效率比较低的 这样打野 但是也没办法 线上站不了了 DRAX图猫 这边是进来做了一个 封野野 封掉了这波大野 下路TB两个幻象 变身快好了 但是有帕克在 还是不太好逼他 帕克AOE能力很强 而且比较灵活 现在白天的时候 LFY其实也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进攻点 可能也是以沾线发育为主 蝙蝠先做战骨过渡 也是要积累小剑 土猫这个地方蹲了很久 5级土猫 中路 住在 和火女对线 土猫这边想绕后动一波 直接一个先手 往回踢吗 果然往回踢 接转 帕克一套 秒火女 漂亮 一拨开大招 但是只有自己 带泽过来 但是来得晚了一些 这波动手还是比较到位的 土猫的一个动先手 和帕克的TP支援配合 加一个滚接往回踢 又强杀了 随手的火女一次 虽然火女的话 对线期虽然说很顺 但是中期是连续被杀 有点 有点伤 十分钟 这边是发现了一个土猫 先手一个沉默 然后直接TP TP一个换血 想留这边安娜的 主宰还是被强杀 夜魔师给了一波视野 让TP在低地点出两技普攻 主宰是又死一次 这主宰死了几次了 4-4 还可以收到一些人头 经济还不算特别崩 这边又是夜魔的包后 先手的一个V 应该是沉默CD 一个T 躲开 再一个D S4实在是难以操作 这波LFY五个人骑 强杀了一波帕克 因为呢 亚海耀这个时候 其实还是不太能参团的 所以说 这个局面 OG基本上属于4打5 LFY是完成了一波杀人破塔 点掉 楚猫 滚进来 强开团 放大招 一脚踢 秒火女 再A两下 准备开转 有脖藏吗 加血 一个反T 脖藏 DDC是选择了加血 没有蓝放脖藏 这样火女被强杀 再一个P是 TB也被留 这波有点伤啊 再被A死 这波是被OG打了一个0换3 但是 上路Inflame是完成了一波单杀 蝙蝠 单杀拿牙海耀 中路 继续来追一脚踢 踢中 安娜往前跟 满地转一开 再杀一个阿福的 夜魔 这一波让主宰经济是完全补了起来 虽然说前期非常惨 但是通过打架 通过人头的进杖 还是 让自己经济 起来了不少 还好这一波 Notel是被单杀了 不然这一波 LFI其实非常非常伤啊 前期的经济优势其实已经荡然无存了 经济现在是OG的领先 DRAX是土猫的几波 关键性的游走 还是帮助OG稳住了局势 一波击杀火女 加上这一波团战的伤害和追击 现在是319的数据 是这边OG表现比较好的 这局OG前期大哥是比较惨 两个将我反而站了出来 土猫319 参战率100% 然后萨尔是205没有死过 拿一起的萨尔 下落艾索帕克 得和娜加海妖 想推这个塔 塔的血量并不是很高 这边LFI的进攻点 想从上路打 TP是在上 下落这个塔 夜魔想反补 一本TP 这个塔不想轻易放 把人逼走 保证一个反补 幻象过来点 蝙蝠是做了战鼓 在蹲这个夜魔 帕克想过来强动手吗 开战鼓 开火怎么说 能不能拉 被断了一手 放沉没帕克走 那实际上是开火 保住了一个塔的反补 而且骗了帕克一个大招 同时上路 TB放幻象 独载开转 火女等一个位置 预判性的放T 看一下这个T的位置 安娜怎么躲 先手的一个放D 跟拿下海妖网住 一个T T空 安娜直接放斩 给搏葬 给的很极限这一波 TB点到一个下血棒 火女大招加一个D 安娜海妖 差两下没死 跟帕克也支援过来 土猫也在 火女一T 运动手帕克 这边萨尔直接放大招 框住了TB TB这位灵台烧死 被安娜撞到死 一脚踢 踢空 这边戴泽也是完全没有技能 土猫 追戴泽 但是蝙蝠夜魔也赶了过来 蝙蝠又拉这一波 看拉谁 拉住土猫 夜魔飞过来想杀 大家还要 哎呦 这波差一点点 大家还要把大石开出来了 这样自己没有死 而且想反打 一脚踢看一下 哎 踢倒了 这个T是没有踢到 但是给了一个双尘末 帕克一个波往前跟 夜魔一个威 祥星拼死了海耀 自己也是死掉 蝙蝠没有火 往里走 有魔棒有战鼓 土猫 找一下位置 被蝙蝠卡了一波视野 直接TP 土猫这边又踢 哎 Drax这波好像反应稍微慢了一些 这个T是没有踢出去 Infroblem还是跑掉了 这一波是打了一个人头互换 打了一个三换二 嗯 LFI其实还是比较伤的 因为他们双合都死了 但是杀了大家海耀一次 中期双人拼的是比较激烈 LFI这一波 打完之后呢 双合经济还是领先 说实话 这种来讲 其实LFI这种呢 并不是很怕跟对方拖后期 后期也是可以打的 这边阿福的夜魔 想单杀帕克没有成功 应该走高 或失去了视野 那他大家海耀 刚才死前是买了一个灰尔卷轴 刚才也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失误 那他还要大招跟土猫这个T 是没有配合到 如果配合到的话 有一脚T的双晕加沉默 可能这波LFI就比较难打了 刚才那个配合是 睡解慢了 所以T的晕没有给到 只给到双沉默 这边LFI三个人 在对方野最高台选择了一波包后 中路这波还是他想打 TP是暂时没有变身 活女在上路带塔 也没有TP 那这波不好打其实 应该想蹲一个人 上高地直接秒的 想在这里蹲一个 中路LFI开一个塔房 上路活女在单带 这波应该是个一塔呼唤 三个人从后面直接包过来 TP有变身 活女应该也快有T了 蝙蝠骑士发现了 萨尔直接拉住 拉住往回跟 夜魔给技能 想秒萨尔给了一手 沉默能不能秒 很关键的精神放了 只要手的点死 漂亮秒了萨尔 但是也斩死了一个蝙蝠 目前一换一 T晕到了哈克给大招 直接秒掉 漂亮 再往前追 看夜魔怎么留 满机的虚空 给主宰 这边土猫一个T开 非常漂亮 踢开是躲了活女一个 没有躲T 但是是帮主宰逃生 自己应该是要死了 这个踢开还是很关键的 应该是有了一个沟通 说剑圣你TP 我可以把你踢走 起到了一个推出棒的效果 救了一下阿娜 但是这波还是 LFI打转了 打了一个一换三 关键是蝙蝠的先手 秒了萨尔 秒了一个 O级中期重要的一个 输出点 然后活女是 单秒了帕克 大家还要 这波是没有来 利用队友争取的空间 再刷灰药 两千一 刚才GX这个T猪在逃生的操作 确实非常亮 打的也是很无私 蝙蝠开火 发现直接过来找 滚过来 大家还要放大招 打配合吗 萨尔也在 但是被夜魔包了 先给到沉默 萨尔的位置不太好 勉强放个大招 往前放框 夜魔等下一个威 被秒掉了 活女一个个地形的地 再威一下 给骨灰想留土猫 土猫有滚应该是留不到 夜魔想挡 差了一点 比较可惜 白天而且没有大招 TB是有变身就跟团 没有变身就发育 经济还是保持全场第一 RFI节奏还是比较不错的 下路这波是想逼下路的塔 火女的装备马上水晶石 差一百块 打出来 下面有水晶石 但是这波推进TB不在 不好推啊 满血塔 这塔还是不好推的 而且是白天 现在进入到了一个 比较偏对刷的局面 看一下安娜 主宰刷成什么样了 常规出装 下面一斜天鹰界 转一个单刀 经济居然刷成了 OG的全场第一 这你们感谢 这是前期 线上被活女打 打崩的一个点啊 安娜这个选手 确实她补经济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一点之前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版本野区被削之后 她还是能够补得起来 这是个真大加 破误了 但是位置不太好 不能动手 而且夜魔还是 暂时没有大招的 所以安娜这个选手 她是中期的节奏感比较好 她知道这个什么时候 适合刷 什么时候能够参团 打收割 前击烈士是可以浮起来的 夜魔是做了一个挑战 这边LFI这一波爆到上路 TB分身斧第一波 有变身 马上到夜晚 夜魔有大 但这个位置OG是有眼的 这个塔OG可能会放 诶 塔是已经没了 塔没了的话 LFI这波再上路打 就意义不是很大了 除非B2塔 夜魔直接放大招 这边安娜下路是配合土猫 击杀了DDC的戴泽 这一波我感觉 LFI打得有点 不太好 他们这个人首先是分散的 戴泽不在 而且这个位置落单 被对面抓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这四个队友在上路打的话 直接B2塔 进攻力太过为明显 会被对方带线来牵扯 这样推其实也不是很转 线被逼了过来 所以这一波推进也是不太容易形成 夜魔直接想绕后来找人 做了一个线上演 这边是看到了帕克 帕克是有跳刀这一波 戴泽也踢过来 这波LFI想跟对方开团 想强开团 夜魔直接找人 帕克先飞过来 给一个先手沉默 这个帕克 真的是太怕夜魔了 给到一个沉默就死了 蝙蝠 直接是绕后的一个拉 发现萨尔也杀掉 杀两个人 推塔 拿点海妖的灰药还差一点 所以最后一手选帕克 其实还是没太理解 因为帕克真的太怕夜魔了 在吹风有之前 给到沉默基本上就是脆如纸 上路二塔直接点掉 下路住在单带线 开转清掉兵 一本TP TB 给一个倒影 把住在赶走 蝙蝠跳是快有了 这一局Inflame蝙蝠前期 也是非常惨的 前期是0-4的开局 现在是补到了3-5 吃个赏金服 跳也是有了 20分钟 战鼓跳刀 还算是不太影响节奏 但是大家还要是 更新出了灰药 这个速度也是 算是比较慢了 20分钟灰药 秘法鞋回药 就看这一局OG能不能刷到后期去 处在比赛了 感觉这一局难度比较大 主要是他们能够配合的点 只有萨尔一个框大 萨尔本身又是一个5号位的酱油 3号位他们缺少一个像谜团 这样一锤定音的英雄 OG对于他们来 还要这个体系做了一定的调整 效果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波RF还想开悟 但是TB是没有变身的这一波 这个站位应该是要开悟的 但是 TB是没有变身 而且线是推了过来 只能先收线 主宰先做出了一个分身斧 然后再来补冰眼 慢慢的补 这一局 蝙蝠前期比较崩 然后又是一个节奏点 所以说RF还打到后期的话 3号位可能声音会比较小 只能打一手控制 主要还是要靠双合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双方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夜魔是开一个大招 TB上面把线清掉 这一波RF还没有开悟 主要是因为兵线不好 他们这个兵线是比较差的 蝙蝠进野区被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OG啊 他们在野区的防守视野 做的是比较到位的 各种睁家眼 蝙蝠海妖的局 一定是需要这种 到位的视野的 帕克又是TP走掉 这一波打上的话 上路是没有塔的 感觉RF还中期有一点 有一定的迷茫期 这段时间是迷茫一段时间 给了OG一个对发育的机会 OG这个阵容其实对发育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蝙蝠海妖回到座场之后 经济会追得非常的快 下路对来也是可以单带一个二塔 开了一波塔房 RF还是一波开悟包中 看一下蝙蝠跳拉拉住 夜魔跟一手沉没 帕克又死了 这个帕克 真的太被夜魔克了 或者蝙蝠拉 只要拉住或者给到沉没 这个帕克是肯定要死的 除非拿牙海妖开大来救 OG这波还是要打 帕克不在 而且不能买活 那他要纳加海妖 一个绕后的站位 想配合萨尔来打 看一下 RF还双合的站位 一个跳踢先手 框大留住了火女 火女给一个脖子 诶 诶这个失误啊 给到了脖子 为什么要自杀呢 夜魔也被留 火女虽然说活得很快 但是直接自杀 是不是不太妥啊 至少可以甩一甩技能 感觉 虎猫追一波 给骨灰 塞尔 撇释回来 再接框 健成给转 给一手网 Inflame这边也是被抓了 这一局 RF还中期 这个被抓的有点 不太应该 节奏明显是没有上一局好 哪家飞鞋 剑圣跳刀 这边 OG的装备 也是逐渐更新了出来 这一局应该说 RF目前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 局面进入到一个比较 比较军事的局面 五五开 不过后期的话 也不是完全不能打 TB还是一个比较 克制剑圣的核心 而且是一个大核 这局莫娜的TB发育 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要做一个BKB 有了 目前 OG这个阵容 还是处理不了BKB的 JX是裸了一把跳刀 在这个位置选择了一波 跟主宰的开悟 双跳开悟 想秒人 利用眼外看到了火女 跳梯 先手 接斩 沉默 直接秒 非常漂亮的一个配合 干净利落 然后马上撤退 这边想留人 夜魔换大招 看留谁 主宰是转 加 跳刀 跑掉了 土猫一脚踢 再跳走 也很漂亮 还想强留 夜魔飞过来 给一个V 蝙蝠没有交拉 开火 想直接杀 土猫一个滚 没有滚上去 还是被杀掉 原来就是土猫 跟火女一个一换一 还是 还手机赚了 但是 LFS更新了一波关键装备 这一波是TB和火女同时做出了BKB 这两个装备是比较关键的 LFS利用这波装备更新来强行控盾 这一个细节是用幻象M肉扇 幻象是可以扛肉扇伤害的 但是不能A肉扇 如果A肉扇的话 幻象要被秒清 但是M肉扇是可以扛伤害的 这个大家可以 以后用一下 我们看到安娜主宰 不知不觉经理已经追到了全场第二 这是一个前期很不能主宰 现在是946的数据 还是OT里边最好的 这波盾还是给了TB 我觉得这个时间盾给火女可能会好一些 TB是有BKB的 土猫过来强行留人 一个滚踢 先手 剑胜 跳坎接转 帕克留后排 火女开BKB 帕克挡一波 预判性的放T 帕克没有被晕住 一个波往回走 但是被沉默到还是被点死 再说一遍 帕克太怕夜魔了 那家海妖 一个大招反打 留住了蝙蝠 这波应该是以救人为主 不会打 处在放个指导守卫 夜魔想留 但是是白天 还是没有成功 这波是死了一个帕克 那家海妖 没有大招 给了OG 给了LFI一个推中的机会 这波是火女交了BKB TB是没有交还是10秒 那家海妖的幻象带到了高地 这一波LFI要快推快回 但是变身没有了 那这波可能不能推了 来P会有危险 要赶紧走 因为萨尔可以撇尸留人 目前是CD的 夜魔开个大招 眼狐撤退 先走 TBT下 帕克的吹风还差一点 这个吹风非常关键啊 没有吹风 已经被夜魔沉默致死 至少 至少三四次了吧 就是给到沉默之后就死 而且阿福的夜魔也很针对 这个沉默基本上就盯着帕克给 也不给别人 给帕克性价比最高 因为给帕克帕克是必死的 萨尔这局的A仗非常关键 弗莱这局也清楚了 他这局如果想打后期团的话 他这个A仗大招是很关键的 只有这个点可以跟大家还要配合 土猫的后期伤害其实反而不是很重要 包括帕克其实后期都 我觉得没有萨尔这个A仗大招来的效果 重要 所以这一局 OG是应该给 萨尔仗资源的 这边上路主宰 有跳刀非常嚣张啊 在这边晃 也就是蝙蝠刚才不在旁边 开火从树里面找一下 土猫跳过来 火女看到了主宰的位置 蝙蝠直接烧兵了 正面烧兵 不知道为什么 RFI总要打上路 为什么不打下路呢 下路还有两个塔在 可以推进 上路抓完人之后 其实也不能更好去扩大优势啊 这边夜魔 发现土猫 土猫跳走 再往前走 飞ZB 相位鞋带了宝石 但是夜魔是没有A仗的 这个夜魔他是没有A仗带了宝石 那只能通过假眼来反视野 下路OG是疯狂带线 OG这个队伍确实比较喜欢带线 中路TB的变身已经好了 用幻象拉过来 先把二塔磨掉 然后再回去下路 手高 主宰是鼓了一个电锤 用来清幻象 分身斧电锤 这个出装 最早应该是 我记得Shadow是这么出的 这一波因为兵线 RFI只能撤退 下路这一波RFI是可以 利用这一波带盾和TB的变身 直接去拔下落塔的 而且中上的兵线都很好 这个显后G是办法带不出去 RFI可以快速清线 TB直接过来BD一塔 抢一波节奏 那里还要飞上 那里还要的装备现在只是一个单刀 还是一个刷前期 这边放了一个眼 直接是看到了 看到了叶末 但叶末是有宝石 反掉了 虎女下剑西瓦还差一千 下路TB把线逼到二塔 但是中上的线也是被OG带了过来 帕克是直接过来 一套技能清兵 然后走掉 下路TB是没有交变身 用幻象点塔 这一波感觉RFI有点想上高地 应该是会逼一波高地把人打回来吧 上路OG来拆 但是对拆的话RFI应该不是很虚 但是感觉RFI有点犹豫 要不要上 还是来了 逼到高地 逼OG的人回防 TB的幻象 顶到高地上面 OG的人士陆续回防 RFI开了一波物 莫乃直接交了变身 主宰 跳过来开转 再开分身斧 一脚双踢 限制一下夜魔飞过来 给一波视野 边不及时拉谁 这边是拉住了 应该是主宰吧 好 那加海妖 直接秒掉 那加秒掉之后 选择了买活 TB消了BKB 这波RFI要先撤了 那加海妖想留人 盾是已经消失了 这边反手一个D 那加还放大招 强流 大招强流 看萨尔 萨尔是没大的 只能是打击火 TB被框 一个踢 配合很到位 踢中 但是TB是 R被沉默 给搏葬 能搏葬换血吗 很关键 因为补了一手吹风 落地之后的换血 换不出来 这波OG的配合 确实非常的完美 火女只能自杀 刚才如果说 火女先自杀的话 可能能救到TB 但是这一波 OG的配合 是没有给任何机会 帕克是补了一个吹风 硬是让吹风的伤害 使得TB不当落地之后 被秒掉了 这波OG 南亚海耀一个 买活 是打了 LFI一个团灭 四人团灭 主要是杀南亚海耀呢 LFI交了很多关键技能 一个是 蝙蝠跳拉 另外 TB和猴女两个BKB 是全交了 南亚海耀买活之后 他们只能撤退 南亚海耀这个流人太强了 有点 撤退不及的感觉 这波是比较伤 OG直接直接一波反推 刚才这波之后 我们看萨尔的A帐 萨尔是 缴了一块宝石 然后A帐还差一千多 中路 蝙蝠 跳拉 先手 活女 先地 T是没踢到 推过来 再留 安娜这个应该 还是不好走 还是死掉了 这要是被他跑掉了 有点太伤了 火女三千 西瓦石 钱已经够了 现在32分钟 还是没有能够 威胁到对方的高地 南亚海耀刚交了一波买活 不过 对于南亚海耀来说 这个英雄来说 其实问题并不是很大 很快可以刷回来 现在看能不能利用 住在这个45秒钟的阵王 去反推一波 盾的话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好像反推也不太 不太现实啊 TP又取消 这也是失误吗 感觉RFY这第二 去打的状态 没有第一局 没有第一局好 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失误 这边土猫又做了一个吹风 跟帕克两把吹风 打到后期的话 大家还要这个幻象 LFY还是挺难处理的 他没有人可以秒清幻象 大家还有这个收钱效率 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他有的细节做的 也是很到位 一个幻象勾了两波兵 然后全清 经济补得非常快 目前是买活CD 做出了分身符 下一波可能双方会 集中在肉山附近来打了 蒙奈马上蝴蝶 这个版本大根是可以秒清幻象的 不管积极 但是RFY这个阵容 也没有特别适合出大根的英雄 帕克倒是想出大根来清TB的幻象 看样子 因为TB的幻象质量也很高 这边P是可以清一个 帕克大根可以清一个 秒清两个 还是挺有用的 现在是进入到一波僵持 等一下关键装备 这边是等TB的蝴蝶 然后OG的话需要等的装备比较多 主要是空下一个盾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做A仗的夜幕 所以说这一局RFY后面是不好控视野的 下路安娜完成了一波单杀 火女被主宰直接是单杀了 直接被斩死了 这个也是比较伤啊 这一波被单杀之后 RFY又是没有节奏了 盾也打不了 肉身是还有半分钟刷新 还好现在盾是没刷 OG是完全不着急了 这个是进入到OG的节奏了 在后期控制局面 慢慢来打 这边SAR应该是更新了A仗 这是OG的一个超级之变装 有没有误 看一下 OG有误 SAR是有一张带误 这一波OG是一个团战combo成型的一个时间点 应该是给开一波误 而且正好是白天 马上开误 剑胜露线 被拉住 剑胜卖了一波 被直接掀手 开分身 吹夜魔 TPPKB 点死主宰 这边 OG只能撤了 看一下 RFY能不能留人 或者空盾 火女是踢了圣坛 想留 但本身是没有跳的 而且还是白天 不好留人只能空盾 这波盾奶空到其实也还不错 还是拉幻象M柱 这个肉山OG 有可能不想放 那家还要跟SAR是开了一个雾 肉山血量一般打得不是很快 而且TP变身快要结束了 还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那家还要幻象过来看 蝙蝠骑士开火 看一波视野 那家还要无相幻象进去 蝙蝠开火 被吹风 那家还要 要来了大招 大住两个核心 这边萨尔往前跟 能不能赶得上 A上大招 大招 拍住 但是框没有跟上 走出来了 TB被打晕 火女这边是被集火 先被杀掉 TB是没有变身的 有点危险 阿福的夜魔跟蝙蝠 在赶人 这边TB是想追着人砍 一个拉 秒的萨尔 帕克一套技能 两个人被打成残血 带着给自己一个暗影护符 先进入隐身 但是有灰尔的幻象 赶紧点掉 这波还好 两个枪是被杀掉 但是这个盾好像还是不好控 那家还要的幻象是无限在 无限在过来 这波还好 萨尔的占位比较靠后 这个框大没有能够跟上 只放了一个大招 没有放框 不然的话 这一局 这一波RFY是可能会比较非了 两个大哥是一阵一反走出去了 但是这个盾 我其实过来反控 这边 帕克一个波 看视野 夜魔是可以飞的 直接飞过来 抢盾吗 给V进来 留格子 阿福抢盾 有没有机会 肉山掉了 阿福漂亮 抢盾 再给一个博葬 这边反打 那家还没有大招 能不能追死 开了一个分身解状态 有火 烧掉幻象 这边坚上斩被 VTP的幻象全部挡掉 哈克放大招去救人 A掉幻象 两个人走出来 阿福再飞一个视野 找那家还要的位置 但是没有找到 那家还要TP 这边OG想反追 夜魔是有盾 并不是很怕 想给技能 但是没有留到 V了一下猪仔 就跟不上了 刚才那一波 好像萨尔是 框在CD 对吧 那个是没有仔细看 这波夜魔的抢盾 是非常的关键 但是比较可惜 是没有能够杀死 拿下海妖 现在这个局势 难解难分 双方的经济差是 几乎趋近于零 经验的话 RF领先三间 夜魔在留钱 我觉得他是在 在考虑要出A仗 还是BKB 还是出了BKB 想打一波BKB的强势期 因为火女跟TPBKB 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并不想拖到太 太靠后的时间 这一波夜魔是抢了盾 奶酪 被剑胜给拿了 剑胜拿了个奶酪 蝙蝠7是BKB 现在LFA几把BKB 目前是三把 夜魔的BKB 也有了 四把BKB 四个BKB 强冲脸破 拿下海妖 大招的一个体系 帕克做了一个林肯 做了一个林肯 用来防夜魔的沉默 我觉得帕克 如果偏团队的话 这一局的A仗 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拿下海妖 的团战体系比较强 所以说LFA出多BKB 因为LFA多BKB 所以帕克需要出一仗 这应该是一个连带关系 当然帕克只要等级高了 后面装备都可以做出来 他还想出大根去 破幻象 那可能 OG这一局的这个 蓝图就规划的比较 就特别靠后了 特别 特别靠后了 但是这个时间 LFA应该是要主动进攻的 LFA这个时间是 要利用自己装备的 成型机主动来打 国女买了一个水晶剑 水晶剑是只剩两个 这局火女中 确实死的比较多 但是他们想进攻的话 比较难 拿雅海妖的装备已经成型 这个待现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剑圣的分身也在待现 拿雅海要零容心了 RF想进攻的话 必须先处理兵线 而且他们这阵容 确实轻换向是比较慢的 还剩一件装备可以更新 感觉TB这局可以考虑出金箍棒 对果然出金箍棒 要保证输出的质量 这边蝙蝠开火 剑圣斩吹风 躲一波有推 开BKB有圣坛 被打晕 网住开圣坛 给搏葬暂时没死 能反拉一个吗 拉住了安娜 TP 就要变身强点 也开启了BKB 点死了主宰 再往前跟拿雅海要想TP 也被点死漂亮 而且死前把大海开了 这波又抓死了一个萨尔 这波是 蝙蝠骑士被动先手 但是依靠自己吹风夺斩 然后开BKB 再吃圣坛 等到队友过来支援 反拉主宰 是完成了一波零换三 但是兵线好像不好上高 中路是没有线的 TP直接过来 要BD拆吗 TP双倍服这一波 难怪伤害那么高 想通过BD强拆高地 OG是有塔房 最后时间开一波塔房 利用塔房 活一波血 双倍服快要消失了 继续强拆 蝴毛二脚踢 踢中了本体 这个BD确实比较吃力 但是兵线是从上路过来了 中路这一波拆掉 TP变身结束 那还要35秒钟不能买活 这一路应该可以稳破 破掉一路之后 上路再拆 活女也在 这边帕克是过来 消耗了一下 不过不影响 双魔换个大招 兔毛滚走 蝴蝠开火过来 两路 蝴蝠开启BKB想留人 过来跳到没有距离 这边RFI可以考虑先行撤退 双魔盾消 恢复的效果 这边OG应该也不太好留人 那还要是刚刚复活 帕克过来想留 这是谁开启BKB 双魔BKB TP走掉了 漂亮 RFI是一波破掉对方两路高地 但是大家还要是包后的一个大招 留住了活女 帕克留了一个 留了一个带泽 活女这波可能还是 先开启BKB TB这波是想打 弗莱赞 诶 暂停了游戏 然后两边都说是卡了 TB这波是没有变身的 开BKB强砍 感觉有一点难 活女是没蓝放大的这一波 开BKB强砍 安娜放斩 用幻象分担一波伤害 没死人 但Syper感觉还是要死 被转留住 TB也没有变身了 帕克一个波往前跟 一个网 分身符解一下 但是被撇视了回来 撇视加A战框大 留住之后 TB再换血 推一手换出来了 漂亮 缓了一波 那俩还要被换了一个血 优点卡 再往前追 给了一个倒影 倒影伤害很高 蝙蝠一手拉 先砍死了一个萨尔 帕克吹自己 剑升分身符加晕锤 打TB 土毛再给一脚踢 再给沉默 再给转 夜魔是开了一个笛子 挡了一波伤害 TB是开蝴蝶 跑路的一锁很快 再给倒影 反打胶变身 点TB漂亮 再退一下 但是很可惜 还是被土毛给带走了 夜魔被砍出一个被动 暈暈飞无骑士 炸一手 一毛开大招 又飞吗 飞 一个地形 土毛直接 越地形滚过来 但是应该是有点跟不上 一锁很快 反手一个沉默 接V反打 被土毛吹风留住 蝙蝠开火 开BKB 先生开转 用大晕推的被动 打晕了夜魔 蝙蝠留火猫 A一下挡滚 秒掉 漂亮 两个人再追猪仔 给陈墨 分身符解掉 放棒子 点掉 再往前追夜魔 应该是能流 主宰师开了一个转 颠覆骑士 马上有拉了 帕克选择了买活 那这波应该是要走了 帕克买活 踢着胜弹打的 非常长的时间 这一波打的是 旷日持久 LFI打的也真的是非常刚 刚才那波 其实活女士 没有蓝放大 TB也是低身 没有变身 但是硬是跟对方 打了一波团战 然后依靠比较急碳操作 让TB是 换出了血 然后依靠倒影的伤害 和最后的变身 硬杀死了帕克 然后夜魔这一波 团战是打了 非常高的伤害 无限方技能几乎 来回牵扯 利用这个英雄的 灵活性和高异速 这波是逼出帕克 一个脉活 击杀了对方 但大家还要 然后再说回来 刚才这一波 关键团战当中呢 刚才观众提醒了我一下 这个蝙蝠是没有吹风的 所以说剑胜那个斩 他是斩到蝙蝠站上之后呢 被队友吹起来的 也就是说 是帕克的吹风 吹起对方的蝙蝠 救了蝙蝠 也就是 OG的一个配合失误 所以今天 OG状态也确实是 有点问题 不太好 但是这局的局势呢 RFA又是比较稳了 因为刚才那一波 之前是破两路高地 然后那一波团战呢 也算是 诶 这边过来 想拉帕克 帕克一个秒F 跳走反应很快 边不开BKB 破林肯 但是顺序有点问题 帕克再吹风 剑胜直接一个斩 阿福几乎全吃 给一个脖藏 就到了夜魔 很极限 那还要开大招留人 留住了这边的 火女跟蝙蝠两个人 萨尔的大招有 直接框大 留住 这两个人比较危险 土马在一个反手踢 这边火女跟蝙蝠两个人 是被无奈砍死 弗莱完成了一波双杀 这边正面 土马还要再留人 TB是交了BKB走出来 给一个威光 掩护TB撤退 帕克还要再留 有吹风 波往前跟 波过来 吹风留住土马往下 落地 跟一个秒踢 TB到一个 倒影被沉没 给脖藏 能换一口血 但是后面怎么继续来打 又是吹风破脖藏 落地之后秒死 非常的漂亮 这个吹风破脖藏 OZ用的是很娴熟的 这波是打了LFY一个团灭 又是打了一个灵魂4出来 这波关键是LFY战位不太好 被剑胜的一个斩 是几乎单斩死的夜魔 然后呢 还有大招 加萨尔康纳 是秒掉了火女和蝙蝠 还是 就是追根溯源是 S4的这个帕克 第一波秀了蝙蝠 又是吹风 有一个带泽 落地之后 给一手沉没 微光先给了 再补一脚踢 OZ没有反引 点了一个针眼 拉回来 给脖藏 还有吹风吗 有一个吹风 吹风落地之后死掉 再放一手波来确认 这边是打了一个五人团灭 直接反破一路 这波要OZ看怎么说拆基地 还是破三路 选择了先破路 一路再转下 应该是稳破两路 TP还有40秒钟才能复活 夜魔复活 中了萨尔一个雷霆之机 这个位置OZ是有眼的 火女也复活 OZ这波应该是要走了 南达海耀蓝并不是很多 有大招的蓝 一个拉 南达海耀开大招 留住 看萨尔这边有没有大 萨尔是有大的 找位置 这个地方能框两个人 想框大三个人 很贪 但是确实框住了 A让大框三个 火女直接被秒掉 夜魔这个位置 也很危险 蝙蝠野阵亡 夜魔疯狂地往回跑 被吹风留住 有BKB落地 可以直接开BKB走 开BKB 走出框 往回走 TB复活 这波OZ上路继续拆 剑圣已经过去了 这波OZ的人 状态倒并不是很好 TB交了变身 把人赶走 被土猫一个吹风 夜魔想留 帕克犯个大招 把人留住 OZ有期撤退 放一个治疗守卫来回血 两个人走出来 但是留不到人 非常的难受 但是也毫无办法 这样OZ是反破了 LFI两路高地 而且OZ貌似是 并不太想走 南达海耀士 已经完全没有蓝了 娜加海耀和一张萨尔 后期的配合 还是 确实是太强了 我们是再次看到了这一幕 上路主宰交分身符 还是把这个塔点掉 再来拆 这边RFI两个人还没有互活 一个踢 把TB踢回去自己滚走 延缓时间 主宰 自己开转跳走 放两个幻象 被点掉 中路还是不断地给线压力 打得非常灵活OZ 南达海耀一点血没有 一点蓝也没有 就是不走 在这边晃 南达海耀为什么非要这么打呢 差点被秒了 往回踢一下 夜魔往前追 想留 但是队友还没有复活 只能回去 一本TP 哎这是 被吹风留住 还好这波OZ对于他们没有想法 南达海耀是要回去补了 恢复神符 天命 蝙蝠 踢这个位置想留人 尖胜 还是高材TP走掉了 留了一个土猫 土猫吹风自己 跳走 再滚走 也跑掉了 真的是很灵活 最后是 一个人没死 一个人没有被留 OZ这一波反破路之后 是打回了 落后10000的经济 反领先了7300 帕克连续更新两级大根 火力血清石只剩一格 这波OZ应该是可以更新一大波装备 千胜做了一个大晕锤 大晕大电 哪家还要 散尸 3600 萨尔的话 一战之后 4100的存款没有消费 这一局局势 RFI是 有点危险 但是并不是没有机会 选择了一波五人开悟 TP的伤害还是很高的 4400的存款 26000的经济上来最高 中路的线必须要处理 TP是漏线 我们看一下买活 现在场上主宰是差一点钱 那家海妖的话可以买活 然后RFI的核心好像只有TB一个人可以买 但是TB这个英雄买活其实质量是比较低的 这边盾是刷新 但是RFI不好强控 兵线不好 只能会来处理兵线 这波开悟是没抓到的人 OG反开悟 想留人 活女下入露线 这样正面RFI人可能不齐 这个位置土猫直接滚过来强流 夜魔一个大招 那家海妖被拉住 蝙蝠开了BKB 但是队友是被睡到了 但是断了萨尔的一个 A张大 框大吗 还是框大 留住了这边的TB 给一个伯葬 就一手 TB有换血看换谁的血 有没有吹风扑伯葬 开BKB 补一个大晕锤 能不能换出来 换出来了 漂亮 直接秒主宰主宰是阵亡之后 而且不能买活 这波LFI一个反打 帕克极限的一个F 跳波 但是被点死了 是莫奈的一个倒影 帕克自己的幻象 点死了自己 这波是杀死了对方的两个 而且都不能买活 100秒的时间 可以中路直接一波 夜魔还在追土猫 马上有飞 直接飞过来 给一个V留住 土猫再补一手沉默贴骨灰 土猫吹风 但是跳步走 给清莲解状态 还是被A死 漂亮 是个土猫 土猫是可以买的 DEC的带则 活葬还是非常关键 他保证自己是不能被控到 不能被打到的 TB更新了金箍棒 LFI球猫还是选择了先打盾 因为LFI的视野里面 他们不知道对面能不能买活 我们上级视角看 OG是不能买活的 但是LFI他们不知道 因为OG他并不是买活CD 是没有钱买 这个确实LFI是判断不出来的 所以打盾也无可厚非 空一波盾 TB是已经没有格子放鞋了 不过有分身缝跟蝴蝶 问题并不是很大 意思还是很快的 关键是LFI自己不知道对面能不能买 所以他们选择去打盾 大家还要是更新了蝴蝶 帕克买本经验书 应该是快要25级了 25级准备开始炒股 刚才这个TB被搏葬之后呢 其实OG处理也是比较到位了 TB是搏葬之后 马上开了BKB 防止被吹风 落地之后秒掉 但是坚持马上跟了一个大晕锤 但是伤害是差了一些 没有能够杀死 被TB是换出了血 然后顺势直接秒掉了这个主宰 下落火女带一波线 做出了飞鞋 可以和队友会合 中路TB再带 两路线带过来 男的海耀是马上过来带上 男的海耀这一波还是没有流买 这个兵线其实LFI想推进还是比较难的 选择了一波私人开悟 夜魔是补了一个祭品帮TB 天灰这个扫描 价值很大 夜魔有大招 直接开大招进来 这个萨尔也很关键 是个有A杖的萨尔 直接过来拉住萨尔 夜魔一个V 剑圣开转响走 要被点死了 漂亮 这边安娜被点死 还是不能买活 剑圣差300块 这一波LFI有盾是肯定会比一波高的 这个开悟跟扫描的配合是打得非常的灵性 这个位置LFI是完全没有视野 通过意识判断出对方人的位置 中路帕克看到了火女 想过来骚扰一下 大根电一发 上路夜魔 跟戴泽把这个幻象赶紧处理掉 现在怎么把线带过去是个问题 线一直过不去 那还要是无限拉幻象 上路线被TP带到了高地 变成时间还有四分之一 但他们要推得其实是下路 帕克也是在断兵线 帮队友争取复活的时间 尖尚还有54秒钟 中线火女再过来 直接过来拆下 这边吹风 干扰者选择了买活 尖尚是买不活的 下路过来强拆 这波莫奈的盾还在 开分身负强拆 夜魔过来找人 飞过来 发现了一个土猫 被打了一个先手 帕克A一下夜魔手 BKB的问题不大 那海妖大招留一手 看一下萨尔这个位置的框大怎么样 框大的位置好像不好 诶 弗莱这波关键框大大空啊 想大两个 结果一个没打到 电影不及时 BKB 拉出那条海妖 后女大招直接甩上 点死 那条海妖可以买活 秒买 现在还有十秒钟 但是这一路可能要告破了 远程兵营 点掉 进展兵营 点掉 超级兵 打出来 LFI这波 可以考虑先撤 散尸留一手夜魔 一脚踢 踢中 活女踢 断一手 给一个倒影 夜魔飞一下 走出来 踢币有盾 往前刚 活女在这个地 反追 直X这边被点死 去交了BKB 再追 蝙蝠一个炸 那海妖是不能买的 给一个沉默 再给威 再给踢 晕住 开西娃 土猫一脚踢 想救 一个波 这边那海妖 分身斧 血状态 再往回走 再一个倒影 蝙蝠也交了买活 那海妖还是没死 全屏吃大药 猫奶的TB 有换血 换了土猫的血 再来点帕克 帕克传走 TB有盾 蝙蝠也交了买活 安娜好像是想过来拆家 但是被包了 这边中了一个沉默 分身斧CD 再补一手拉 漂亮 剑胜 不能买活 直接死掉 安娜应该是想拆家 但是被 蝙蝠的买活给留了 帕克交了买活 这边正面在打 这边 莫奈特 莫奈特是交了盾 然后被框大留住 直接用普攻来点 点帕克 速度很高 但是残血 能不能换出血 还是被打给秒掉 TB是可以买活的 现在LFI是带着超级兵在进攻 超级兵在进攻 那点海妖大招 强留一个火女 火女有BKB 这边LFI应该是要救一下 先开BKB 挡一波 帕克 这个位置 TB买活赶过来 留萨尔一个先手踢 踢到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 但是青年宝珠挡了一下自己 帕克打三个 萨尔是买活死 蝙蝠被网了一手 问题不大 那家海妖要跑 土猫滚走 现在是白天 蝙蝠骑士 一模一个大招 留住火女 刷戏吧 土猫再滚走 看一下先手踢 没有踢中人比较可惜 TB跟一个倒影 夜魔再一个为那家海豪开分身 S4 沉默 大根一套 往回波 船回来 踏尔手机加了一个波的速度 没有加钱 Super这边给一个骨灰 再恢复一下帕克 再打一套 往前走 破林肯 加速服 想秀一波 帕克 技能CD 沉默一下 快速波 船走 回去消耗一波 剑上还有16秒钟 萨尔是不能买活的 这边RFI开始拆基地 点双子塔 那家海妖大招还在 这一波没有萨尔在 他这大招只能去延缓 对方的一个拆建筑 火女阵亡 直接买活 那家海妖开大招 火女飞鞋飞过来 这边萨尔不在 他们怎么配合 配合不了 帕克只能打一波 蝙蝠开启BKB 帕克秒放一个F 只能躲 拉着那家海妖 那家海妖是不能买活的 一个波波过来 大招带走 那家海妖还有一个20秒 这边应该是可以叽叽了 恭喜RFI 第一场BO3面对OG 是2比0拿下 第二局是比较艰难 我等一下 剑胜开转 死了一个蝙蝠 不能买活 TB开启BKB点死 剑胜还是不能买 漂亮 还是拿下了 有金无险 最终人头比是 43比43打了 将近一个小时 感觉这一局打的也是 两边都有一些失误吧 并不是特别精彩的一个对决 但最终呢 RFI还是把握住了机会 感觉安娜这一局呢 是成也安娜 扮演安娜 这个点他在前期对线被打崩 然后中期依靠个人能力呢 补了回来 但是后期的一个决策性失误 就是自己首先没有留钱买活 然后他复活之后 选择飞鞋拆对方基地去对拆 然后被对方的蝙蝠买活留住 再被杀还不能买活 导致决院崩盘 所以说这也是成也安娜 败演安娜 最后 RFI是2比0战胜了OG 恭喜RFI 开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好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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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